好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首先 请大家拿来了一些照片 这些照片呢 对大家来说 都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意义 或者说是 你们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第一个就从 什么 谁 冰老师吗 这是2002年 刊登在中国百老汇杂志上的 何炯的大片 何炯的大片 我就想告诉你们 虽然我最近没有拍什么杂志 但是哥哥在20年前也是拍过的 帅的 是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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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这张 这好可爱 来 Perry刘宪华的照片 如果只看的话 你就会觉得就是我在刷牙 可是这个有一个故事 有个故事 对 有没有这里离开家的人 就是 都离开家 都离开家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 就是很想家 因为我已经离开家很 大概十年了 从我一开始就是离开家以后 我妈妈大概每天都会打给 打打电话给我们说 你有刷牙吗 你有刷牙吗 所以你是因为平时有不好的卫生习惯 所以妈妈才会老想着要提醒你 要洗澡 要刷牙吗 就是 就是 对 我们都离开家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会 就是很想家 所以我要跟你们说 你们要 要努力 这个都是为了你们 你们家人 然后 我也很想我帮忙这样子 离家的孩子才会知道 妈妈一声叮咛说 你今天记得要刷牙 是多么珍贵的事情 喝水 要喝水 非常好 谢谢 对对对 好 下面这张 准备好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给大家讲 这是一张剧照 这就是目前正在播出的 白鹿园的那个 对 陆子林的一张剧照 对 我要没记错的话 这场戏一共拍了三回 我们这张剧照所呈现的 是大概我们周围 有八九百个群众演员 天哪 天哪 然后 废掉了 然后我们又去了一趟 又八九百个人 一千二百个群众演员 又废掉了 最后大概是一千四五百个 你想想看这个费劲 废到什么份上 我就想跟大家说 就是一场戏的背后啊 它藏着多少人的劳动力 你知道多少多少 其实我想带的是另外一张照片 实在是没找着 那张照片是什么呢 是我躺在床上 光着个膀子 这儿呢 躺着一个女演员 就是扮演田小娥的那个李沁 对 我跟她父亲是一样大的 实际上 演这种戏 你说得有多别扭吧 可是问题是你要知道 不是上来就演的 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你打光啊 你就在这儿熬着呗 非常尴尬 你知道吗 她就这么就躺着 这很别扭地躺在这儿 我就破这气氛嘛 我就说真尴尬啊 这怎么办呢这个 你知道吧 是啊是啊 太太有一句没一句 突然这个李沁啊 蹭就坐起来了 我还在这儿躺着 拿着个烟袋 看着我 何彬老师 你也很紧张 你听着啊 我拿着烟袋躺着 我说我不紧张 我说我跟你爸爸一样大 我拍戏这么多年 我怎么会紧张 你不要因为你紧张 就说我紧张 知道吗 别骗人了 我躺在你胸口上 我听得见你心跳 关键栓这句话呀 我也乐了 大家现场也乐了 我听得见你心跳 好 就是一张照片有的时候 他背后 当你看到那个戏的时候 他那个镜头卡出之外 有多少故事 你知道有多少那个状态 将来你们演戏的时候 都会经历 而那个时间 你要去调整自己 不断地告自己 不要尴尬 不要尴尬 想办法放轻松 就像我每天排练一样 我提醒你 好 这世界很酷 好